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世界雨聯超級系列 超級杯最後一天的總決賽了 那今天依舊是由我以及我身旁的球評 盧正從 盧教練為大家做轉播的工作 主持人 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們第一場帶來的賽事呢 是混雙的賽事 是由泰國的Solgate以及Solali 對戰的是中國的張南跟趙雲淚 那趙雲淚昨天也非常的精彩啊 在女雙還有混雙的方面呢 都晉級到今天的決賽 是 那泰國對他們是兩個兄弟的一個搭檔 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進入到一個決賽 那相對的各有特色啦 我想那個張南跟趙雲淚啊 還是主要還是要看那個趙雲淚 在本身再往前的一個組織的進攻 是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目前呢 我們的球員已經要進場了 那在一個跟大家抱怨一下 其實泰國這位兄妹黨的這個搭檔呢 其實他們的年齡已經比較大一些喔 像哥哥是31歲 他妹妹已經30歲了 那在去年的2010超級杯當中呢 在法國戰呢 曾經拿過冠軍 那麼張南跟趙雲淚呢 今天也是搶上注目的焦點喔 因為其實他們昨天非常的精彩 也打贏了對手 所以進行到今天的決賽 那麼中國的張南跟趙雲淚呢 其實在日本站以及全英站喔 就是在玉球原地的英國也拿下冠軍 所以兩站拿下冠軍呢 其實兩個人的實力是不容小覷的 那目前呢 現在雙方已經要準備開始暖身 來進行球賽 老師 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今天的這個決戰當中啊 雙方的實力的一個評估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由身材上面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隊的身材是比較水標高大 所以當 相對它在一個滯空點上面 是比較具有優勢喔 可是在羽球的運動裡面啊 那不是只有在後場的高壓 那它還要包括一些在平抽檔的一些技巧 那泰國他們有一個特色啊 就是在整個往前的平抽平檔這方面呢 有他們一定的速度 跟他們的一個變化 也是他們的一個非常一個傳統的一個手法跟技術 是 那其實昨天在混雙呢 在泰國這方面是泰國對上泰國啦 是 所以其實也只能 不過都還滿是 在終究有一個組別 也可以代表泰國來出賽 那進到這冠亞軍的決賽 那不過近來就是張南趙雲磊在中國方面 羽球的表現其實都非常的平穩 那其實穩定度呢也都表現得很好 昨天在女雙方面呢 成熟趙雲磊也打敗了中華台北的陳溫馨跟劍井 那其實泰國選手蘇吉特這位男選手呢 他其實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賽的這個混雙的經驗 所以他整個經驗上面其實他要來得比張南還要更穩定一些 那目前就是要看他在中後場的一個控球 那再加上這個 我們他那個沙拉利的整合在往前的豐竹組織進攻 那我想他們還是有機會可以打敗這個張南跟趙雲磊 那在看到的畫面上看到的是張南跟趙雲磊的基本資料 那張南是年紀比較小21歲身高185公分 那趙雲磊是25歲身高173公分 兩位都是右手取牌 那其實在超級系列呢 因為他們參加的戰術比較沒有這麼多 大概只有六戰 所以呢其實他們在這次的大會種子上排名是第四的 不過其實他們實力相當堅強喔 因為參加戰術少就可以擠到前八 是 那由於他們最近整個整體的表現 其實是在尤其在亞運過後 他們兩個的這個默契各方面也都非常的磨合啦 那等於是磨合期也經過了一個磨合期以後 我想他們的也可以組織上面可以更穩定 對 其實張南在後排有一定的攻擊力 相對來講其實趙雲磊在前排是可以比較放心的 是 那現在看到的是有關泰國隊這邊的資料 那他們的年紀三十一三十二 那身高呢相對來講是比中國隊要矮一些的 兩位也都是右手指拍 不過老師是講到說 那蘇吉他有很多的經驗是有關於混雙的部分 對 他在早期不管是在很多的公開賽裡面 他都有報名這個混雙的這個賽事 那所以他在雖然他的搭檔有所不同 可是他一樣可以吃到一定的水準 那我想就是說他本身在經驗跟他的隊友裡面的一個整個整合啊 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位男選手 是 那我們也看到他們在對戰紀錄上呢 在泰國隊這次的對戰紀錄上唯一輸給的就是大麥隊的隊伍 那今天呢隊上的是中國隊 那兩方的交手呢其實兩邊都是亞洲國家 所以其實在速度上 老師是不是覺得兩方面其實會有差不多的一個現象 是 那泰國隊他們還是以他們的速度來建場 所以 呃 當然可能就是要注意兩側 後場整個的一個推檔的一個動作 跟他的一個技術 那相對就是說 那趙英雷怎麼樣去擋到一個對方揮擊的一個角度 來減少障礙左右移動的這樣的一個威脅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跟著我來的觀念 跟著我們分析 大膽是 我的角度互相 雞南和瀏津利 中國 瀏津利 特勤俭演 樂壤 公園 那我們現在比賽要開始 在畫面下方穿染色球衣的是 中國隊的蝶男跟趙雲淚 那畫面上方穿粉 像紅色球衣的是印尼隊的 我們可以看到趙英聯他的發球的質量 其實他的發球質量是非常好的 而且不有變化性 所以趙英聯的前三拍是非常優秀的一位女選手 所以莎拉利他應該怎麼樣去再往前做上一個變化 或是節奏、速度這個都應該要去注意 感覺如果再往前沒有辦法阻止趙英聯 那中國這邊可能攻勢就是勢如霍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ukit跟這個切球非常的巧妙 才會用到他們兩個一個模糊的地帶 造成他們一個失誤 目前泰國隊是有點急躁 這個海產的動作海產比較僵硬一點 感覺是蠻緊張的 畢竟只是冠亞軍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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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這裡 沙利也是非常聰明 在擋網 他不是去做一個封網 而是做一個擋網 讓球可以快速地落在對方的場地上 讓戰友又準備不及 對 我可以看到這個 在後排的後殺力量很大 不過 中國隊這邊的 在防守方面其實做得還蠻堅固的 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攻守的一個轉換 蘇吉特他在後場攻擊 他是針對著人在攻擊 所以可以看到 在中國隊的個人技術上面 其實沒有破綻 所以他應該要去攻擊到 他們一個灰色的地帶 所以在攻守轉換以後 你看換了張蘭來攻擊的話 他們是比較 防守上面的變化 就完全被招念所掌控住 感覺對著人打 可是因為在中國隊上 因為技術蠻好的 所以其實球白可能早就等在那 反倒不如要攻一些灰色地帶 比如中場的這個方向呢 才有可能造成中國隊的失誤 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移動上面 蘇女士非常的積極 那張蘭的一個即時補位 造成他們還是有一個 組織進攻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 至於他是經驗非常好到 他那個 專類的這個 緩拍攻擊 他接著就是往他的中間做一個攻擊 造成一個得分的一個機會 這也是在兩個人中間這個灰色地帶 因為兩個人剛剛已經站了平行的位置了 是 這個救球蠻驚險的 是 對 看有一點點運氣的成分在 不過確實也蠻精準的 是 其實趙英雷的判斷 覺得他也是有點 有點大意了 對 他覺得是出界了 是 所以他沒有很積極地做一個跑動 對 對 對 不過Solalie 跟因為身高的關係喔 剛剛就這球其實 重心壓得非常低喔 非常非常巧妙 對 喔 他說 很快的 贏得這麼艱難 贏得一分 就在發球呢 把這一分送給對方 是 所以這個在雙打 不管是單打雙打 這個發球是非常重要的 發球質量很高 那你的前三派的變性就很高了 好 最後一點反應也非常的快喔 是 剛剛張南這個球球的信息 已經非常的緊急了 好 好 利用不停的大腳步的調動 是 你看 薩拉里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球的 球拍的一個準備啊 非常的及時 也非常的好 你看他球拍拿起以後 直接用一個推檔的動作 好 所以在打雙打的話 你的球拍的位置非常重要 你該放在什麼地方 剛好可以籃阻到對方的籃球啊 那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放在什麼 對 放在什麼地方 拍面朝哪邊都很重要 7 7 6 感覺漸漸的在印尼隊這邊 薩拉里他在前排的蠻截喔 跟這個攻擊好像有漸漸的做出來 對 是 我想他現在也比較放鬆一點喔 這個薩拉里他 你看他整個出球上面也都比較平穩啊 好 好 這是誰呢 成功 像 舒吉特這個球他回訪就是被上籃喔 來到他一個心靈的一個狀態啊 啊 現在泰國隊要積極去搶往前 所以他往前會打得很多 那 常常利用這樣的一個心靈因素呢 來抓住他們的萊球啊 好 所以這個球是非常聰明的 這球呢 因為也回球出界了 所以在這方面呢 泰國隊的取得0千 現在是8比7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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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要補可能就會有點來不及 是 現在兩個人抓到這個趙雲淚的點啊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幾個球都是 由中國隊來做一個起高球的一個動作啊 是 所以形成了很被動的一個狀態 那麼 在泰國隊輪流主動攻擊之下 趙雲淚就會失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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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那個趙雲淚他整個防守 他還是很穩定 嗯 所以要 還不如說做出一些調動的一個動作 好 然後再尋求第二次的一個攻擊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泰國隊也滿想把這個球打到 比較邊邊角角的地方 所以呢也連續發生了兩次的失誤 是 好 其實像沙拉里這個球他 不要撥的那麼邊 其實他稍微往中間一點 然後快速上往 如果他撥的這個大對角 他自己跑動的距離是先的比較遠 好 對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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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用撥到邊線 往中間推檔 似乎其實就有造成這樣的壓迫了小波 是 因為 比如球啊 它最重要它就是讓球低於網子 所以你那個距離的話 要看看你自己當時的位置 來做一個配合 如果說讓自己移動很大的一個角度的話 那相對的 你是不是 你的移動速度是不是來得及 對方回擊的一個速度 好 我想這個是要大家所要考慮的 那目前呢 很快的泰國隊呢 先取得的領件 是十比九 來到了第一局的中間點 那現在呢 兩幫呢 在稍作休息 也在交換場面之後呢 隨機呢 在即將展開第一局的下半場 那在這方面呢 其實張楠跟趙雲蕾 雖然老實說也有他 趙雲蕾其實在防守方面 其實做的還是不錯 但是在第一局的棋盤上 就是落後兩分的關鍵 老師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嗎 是 那在上半場這個地方呢 這個 中國隊的起高球 還可以成分還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是 受 在這個被動的狀態下來 取分啦 可是這個不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現象 那像剛才就是 趙雲蕾要試圖去做一個放網 盡量去搶網 這才是唯一最可以主動進攻的 這樣的一個指示 對 女生方面呢 在往前的主動搶網 一定很重要 對 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球呢 當然他現在就是要跟他 他以這種平抽檔的這種決戰的一個方式 對 那像 舒奇特他這個球 因為他這個球 不可能再下壓了 他再下壓的話 你就會觸網 他只能做一個比較 過渡性的 過渡性的一個扣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熱城做一個大角度變化以後 張安做一個大角度以後呢 他做這樣的一個回擊 舒奇特根本就來不及 對 那後方的左肉臉呢 當然也來不及補位 所以呢這一分就讓主果隊先拿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張安蕾啊 他整個在防守的一個過度上面啊 他自己的腿都控制得相當好啊 所以我剛才提過就是說 舒奇特他在攻擊的時候 他不應該對著人打 他對著人打 對他來講就 相對的耗費體力會更多 就算他 把對方造成一個失誤的話 他的這個壓力也是很大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專員真的是非常聰明啊 你看他一撥到反派以後呢 他人往哪裡 那就開始往對角線來移動啊 那可見這個舒奇特的這個意圖啊 已經事先被他給預測中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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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沙拉里這個跟球的話 他跟得有點慢 他撥的時候並沒有超過噪音 所以被噪音樂回檔以後啊 其實這個球沒有很有力量啊 可是剛好會弄得非常的一個巧妙 對 是 灰色地帶感覺兩個人 這個 那個 手讓人要出手的時候呢 也慢了些 那舒適特也來不及補 謝謝 所以舒適特還是比較巧妙一點 他這個切殺的一個動作啊 改變那個角度跟速度啊 還有力量啊 那就形成張藍的一個失誤了 所以羽毛球上面就是說 你的 你的扣球 或是你要重扣輕扣 都可以擾亂對方的回擊啊 的節奏啊 我想這個都應該 提供我們國內一些愛好者 一些愛好者的一些參考 速度上的改變 確實會造成對方的一些壓力喔 是 跟處理球上的一些失誤 好 可以看到沙拉利這個球 跟剛才他回擊的應該是一樣的喔 他的拍子都是 拍完高球 他的拍子其實已經舉高啊 就等在那邊 是是是 那趙英雷這個球 真的也沒有扣下來 所以這個球他的過度 其實他也不需要急著要往 沙拉利的身上擋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再做一個改變 那這方面呢 就沙拉利現在 這邊來發球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沙拉利他 不需要去搶這個球 那當然也很聰明 他現在開始的 沙拉利就是往他們的中間 灰色地帶來做一個有效的攻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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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泰國隊這邊 今天的失誤喔 不管男女生好像都多了一些喔 是 來 那因為這個球呢 那個沙拉利離得往前比較遠 由蘇吉特來回擊 那蘇吉特他本身要放往 又要退後的話 可能那個中心他的提早離開 所以這個往前就沒有放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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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加油 在重心的轉換上 沒有這麼的迅速喔 所以在球的處理上也沒有出來 好 有一個大對角的攻擊 其實這個球當然是回擊得有一點 力道有點大 好 謝謝 好 來 對 對 好 不過連兩球轉於淚都有一些失誤喔 好 這個球剛好是插到 好 好 好 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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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判斷的錯誤 讓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隊的一個防守 斯基特這個切球 這個滑拍 其實他做得很好 就是這個判斷就很可惜 做出一個錯誤的判斷 因為這個球剛好結在線上 所以是由中國隊來得分 現在是19比15 由張楠來發球 台北隊覺得 方便正值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 看到來到gamepoint 是一個局面點 是在張楠跟趙玉蕾這邊 在張楠其實很強硬 其實這個球已經有很好的一個機會 對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整個路線的變化 莎莉這個球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說趙雲蕾其實回擊這個球以後 他沒有積極的這個強往 那行程張楠在後面來補救的話 就有點來補救了 我們這個Sorander回球出界呢 讓這個比數呢 21比17 中國隊拿下第一局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微回來精彩採視 外回到世界雨連超級四列總決賽的比賽現場 那現在這場比賽呢 是混雙的比賽 是由Soki跟Sorale 泰國的神獸 對上的是中國的張楠跟趙玉蕾 那麼誰贏呢 就可以拿到冠軍的頭銜 在第一局呢 是中國隊21比17 拿下了第一局 可以看到現在整個兩個隊伍都已經改變他們的一些戰術打法 都是以五六兩點就是腰帶這個部分 為一個主要的一個回擊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第二場裡面的一個變化 這個推的有點長 那球也沒有往下墜 其實這個力量 它其實不用那麼大的話就更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它的手長腳長 如果你有把它推到邊的話 對它而言是非常輕易可以做出有效的回擊 我可以看到雙方了 一直移動速度都還滿快的 謝謝 這個球來回的時候 張楠好像有點誤判了 那其實趙玉蕾 他不應該把頭往後看 他往後看了 結果你看 張楠一打以後他根本來不及回來 所以前面的人他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要盯著往前 隨時做好準備直到球落地為止 可能他在想說這個球到底有沒有出界 怎麼張楠都沒有動靜 可能沒想到往後看 其實就是讓太國隊逮到這個機會 好 我們可以看到 舒吉特 這個要打一個腰帶的球 可是他的球有點高 當然很聰明 他把球打向沙拉利 而不是打向舒吉特 如果打上舒吉特的話 你可以看到舒吉特 他已經有所防備 好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做平抽檔的時候 就是要要求雙方的這種選手 在儀位上面要做一些很快速的移動 哪一方面的移動速度慢 他就有一個空檔跑出來 所以在做一個平抽五、六、兩點對打的時候 就是要看看四位選手 他移動的速度跟他的技巧能力 這球叫一杯往下撥喔 因為這個球的過往質量非常好 好 他已經173公分 所以沒辦法再蹲下去了 對 球速也非常的快 直接壓上這個球場的對方 其實沙拉利在處理這個往前的話 其實他沒有做一個插玻璃的動作 那做出插玻璃動作的話會更好一些 過往距離會比較高 然後做一個對推動作 那相對他的抱距離也會比較增加一點 是 那兩邊的女生呢 相對來講 趙宜蕾能在往前的能力 似乎今天比這個手擾也要好一些喔 是 對 中國隊的在移動的速度上 以及隊形的轉換上也比較流暢 是 當然其實他這個球要做一個變線的一個動作 就做了一個掛網 其實他這個技巧也是很高 做出一個滑拍動作要做一個變線的一個技巧 是 其實我們常常在說 雖然你這樣的技巧是很好 是 那可是你 是不是很穩定喔 這個我們選手是要考慮的 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穩定度當然就會比你平平穩穩的打呢 要來的危險一些 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很容易會有失誤的發生 有事嗎 來 好 那莎莉這個推了這個最小平球 剛好落在 趙英雷已經有所準備了 好 已經先移動了 剛好擋住這樣的一個角度 趙英雷精準的預測到這個排球的方向 所以已經往左跨一步了 是 等在那裡接球了 是 很難得看到在內人發球會失誤啊 是 因為基本上趙英雷這個發球質量滿高 也是個變化性滿多的球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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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張艾達打出這個球 他就是輕撥的話 往腰帶來撥就可以 那 讓蘇吉特沒辦法借力啊 而且他的球啊 如果他要用力 他的球一定要往上 那擋短的話 趙英雷又在前面 所以相對他的壓力就很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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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得分支當中啊 有時候一些幸運的球 比如擦網路的 就是到了落地之後呢 其實往往都會造成一些分數項的電動 是 相對會造成一些選手上的一個 你看 反正說以後這個連續 這個趙英雷 當然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影響啊 對 有時候會有一些心情的變化 覺得對方怎麼老是有幸運球啊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現在的擊球 其實以這種五六兩點這種要帶來做一個主要的啊 一個一個攻擊的組織啊 那麼在泰國隊這邊呢 Sorroni的判斷喔 好像沒有太過於立即啊 他剛剛這個把球拍給拿起來的動作其實影響了後面的數點特急 那從這個三半場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隊的滑揮上面還是比較理想啊 那包括整個隊型的變化啦 戰術的運用啊 跟穩定度來看 還是比泰國隊要來得好一些 那 現在泰國隊就是 蘇吉特他本身已經知道他們要打五六兩點的話 他其實他前面這個隊友不要離沙拉利太遠 那大概是 我們來講要怎麼說遠或是近呢 大概就是我們的拍子跟我們的手的一個長度 就是避免有一些灰色的地帶 那當然 那沙拉利再往前的話 他要很果斷 到底他這個球可不可以打 要不要打 那這要很果斷 那果斷的話 就是打他眼睛前面的球 如果過他的人的話 就盡量不要再有任何的動作啊 避免影響到舒吉特的回擊 是 因為目前Sorroni還是有一些 在判斷上沒有那麼精準的地方喔 有時候球拍舉起來 有時候移動的腳步 都會影響到這個Sorroni在後排的一個補位 是 所以舒吉特的這個出手 現在有點緊躁了 他希望他能夠馬上穩定下來 像這個出球他的位置 你看他也是以這種五六兩點做一個回擊的方向 不過他這個球他放的有點低 在出球的時候他有點低了 好 現在力量回擊也過大了 很想要趕快搶攻了 是 對 所以想要打到比較邊邊角角的角度 那不過力量過大 也造成的出界 好 很美 只有好幾個 所有給這樣的球的處理啊 都太過粗糙了一些 是 其實他們這個落後的狀況下 不要那麼急 好 然後再慢慢的去使用一個最佳的攻擊機會 其實他已經主動了 然後其實好好的放好就可以了 好 其實穩穩的打 在當中再找到這個機會 再做一個友向的攻擊 比這樣子的挑到邊線 是比較好一點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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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英蕾在往前逮到的機會 是 因為我們可以看他 還是要以這種五六兩點 不挑高的原則 那 趙英蕾他其實就是已經判斷出來 他的意圖 好 好 所以打球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些戰術在運用上面 現在他沒有恢復到一個工人的戰術 那我們可以知道他工這些人 針對的人打他有沒有有效得分 或是他要多打了幾拍 所以選手在臨場上面 他自己也要非常的能勁 才可以判斷出來 是誰呢 當然教練員也需要一些事實的指導 那在發接發尚呢 其實在中國隊這邊 發的質量都還蠻高的 所以幾乎在三拍五拍內 可能就拿到這個分數 是 很好的落點也是出界了 所以其實他們有一點技術 有一個技巧都非常成熟了 就是在後面的 在心理壓力 在落後的狀況下 可不可以正常的發揮 這都非常重要 我現在感覺泰國隊是打得比較 沒有信心了啦 對 因為比數真的相差的有點懸殊 在第二局已經來到18比8 因為有幾個球都沒有處理好 然後拉大分數以後 是整個信心好像有點被擊潰的那種感覺 其實教育內在這個回球上似乎就有點遲疑的情況了 對 因為這個球好像有點擦 你看 其實這個是張嵐的一個事實 你可以看到他的挑球 他其實沒有挑好 其實他的那個蘇吉特的動作已經騙到張嵐 所以張嵐 挑沒有挑好 所以就精神照顧面的一個失誤 他現在是泰國隊來發球10比10棒 今天手繞裡感覺起來壓力很大 打得也很緊張 對 很多的回球呢其實狀況都不是這麼理想 想對 後面剩下沒幾分的 所以他壓力很大 想對這個 趙嵐的想要快一點得到分數啊 現在已經都出現了兩次發球之路 這以往是比較少在趙嵐內心上看到的 對 是這個球的初見 所以我們來看就是 沙拉伊他這個球在處理球上面 他還是比較緊張了一點嘛 那像他這個位置那麼高 他不要再推了 因為他推也不見得會形成對方的一個失誤啊 他好好的放他在那邊往前 最近泰國隊感覺有點放棄了 12比20 我要增加他自己在我球場上後面幾分的這種壓力啊 對 抗牙型 對 抗牙型 也可以試試看在這樣高壓的比賽呢 的地球狀況 不過 背後呢 張南跟趙嵐淚呢 是以第二局的21比12 第一局的21比17 拿下了這個冠軍 那麼在核當中呢 是由中國隊呢 拿下了第一名的頭銜 那麼泰國隊呢 也突破了這幾戰以來最好的成績 是拿到了第二名 那麼先進段廣告 稍後回來精彩的球衛時間 就是這個燃口 第一名的 兩分 你確定在那邊 不然 兩位 不然 伝道 一位